歡迎大家繼續收看這個基點 我們讀一下上次的存檔 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搞 我也是花了很長時間想了一些辦法 都不是很穩定 那我們在開這個閥門之前記得先往那個地方打一個死鎖 這樣的話這個蜘蛛它就會被卡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給清乾淨 之後我們只要打近距離的這些就可以了 如果他們比較近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脈衝把它給做了 還有嗎 如果你覺得不安全的話 可以在自己地上打一個死鎖 然後呢 我們可以站在這裡面來慢慢回血怎麼樣的都可以 一波脈衝把它清了 好了沒有停了 就像這種效果 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個死鎖是可以這樣的幫助自己 否則的話 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搞 我玩錯了 拿上這個子彈 好 那我們往裡面走 注意這個地方呢 並不是那麼好搞的 因為前面呢還有這個蜘蛛 我們最好的辦法呢就是這樣 還是利用這個東西 回一口血 我站在這裡面來回血 我站在這裡面來回血 應該差不多了 這邊往前面打一個然後我們狂奔吧 只要過了這個地方 上來就安全了 基本上安全了 這裡說 他還活著 經過這麼長時間 不明白這個什麼意思 我好像看到了一個很不得了的敵人 這裡有個武器身體 這裡提到了 他可以聞到你 我有點不太明白什麼意思 這個地方呢這個上不去 所以說我們呢 踩在這個東西上面 然後讓它生長起來就可以了 現在帶了這個科學家之後 這個命中率降低了一下子不太適應了 不過 那個科技採集多了還是比較好的 這個地方稍微注意一點吧 這個地方稍微注意一點吧 我覺得好像沒什麼太大的辦法避免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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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這邊吧 我這一下好像一定會被他打中還是怎麼樣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打呢 好吧 我這活下來就行了 我也不計較這裡的藥包付出多少 因為等一下呢也是 不用擔心很快就有藥包可以補充 可以看到這個敵人 在偷 主角的主角光環有點厲害 這個一大火車輪過來飛到你臉上 居然也沒有事情 居然也沒有事情 那我們蘇醒之後呢 看到這個博士在高處叫我們 他說我們有很多的東西要做出這個計畫來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地方沒什麼東西 所以說的話 是沒什麼 所以說 衝把 直接開門走吧 用脈衝把這個打開 用脈衝把這個打開 這個地方呢可以撿到一些 回復能量的東西 這個等一下就可以拿到了 到另外一邊 60 60說明肯定是雙倍了 這個是300了 比較少見 這裡有東西嗎 總覺得好像裡面有蜜蜜一樣 把這個拿上 那這邊東西基本上拿得差不多了 我們跳起來 跑到這上面來 這個要回頭前 這個通道往前走 直接死在這些地方的人 還挺悲慘的我想說 沒有 風扇 還是要使用這個死索 這個小子 過來這邊 看看正路在哪裡 正路在那邊 正路在那邊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肯定要先搜索一下 現在可以拿到一個 耐力 耐力的作用呢 就是到時候升級了 之後可以 這個增加你 短跑衝刺的距離 這個還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這個 這個遊戲的運動性 真的是非常的差 所以說 沒有很好的支持 還是比較鬱悶的 這裡獲得了一個新的 升級 是這個 醫療兵 醫療兵的作用呢 是可以增加那個 醫療兵的作用呢 是可以增加那個 這時候我們要去這個港口 然後再拿到那個 要拿到那個 199的炸彈 我們這邊的話呢 把這個東西升級一下 然後醫療兵升級一下 這樣的話呢 可以讓我們的藥包的效率提升 這個還是挺重要的 這樣的話 一個藥包呢 是可以幫助我們回更多的血 然後這個地方之後呢 又有這個人型的敵人 需要處理了 我們先 用這個 呼吸呼槍處理一下好了 注意要找掩體啊 因為這個被人打到還是挺痛的 哇 是不是有狙擊手啊 欸我的狙擊槍呢 在這 主要是狙擊槍這個附帶子彈時間 這個比較重要 沒有子彈時間 有些地方才真的是不太好處理 記得上面有一個狙擊手 但是這是一隻劍嗎 光彈是在這兒 光彈是肯定被他打到的這麼痛 好了 這邊好像清乾淨了 那我們現在要修好這個吊姬 在修這個吊姬之前呢 我們先看看這個附近有沒有東西 記得這裡沒什麼 還是有一點點東西的 不能說 不能說完全沒有什麼 這裡有一口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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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把這附近的東西都撿完了應該 這個車廂裡面呢 有一個那個 一個那個藥包 修好這個吊姬 這按錯鍵 盡可能少用一點這個狙擊槍 因為狙擊槍的子彈不夠 等一下 等一下還是要用的比較多的 手雷 好 我們一開始先用用這個槍好了 等一下狙擊槍呢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可以保留狙擊槍的子彈呢 對我們的 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吊姬還在過來的過程當中 先等一等吧 這裡狙擊槍還有多少子彈? 十九發 我老是聽到有一個人在喊 我也不知道這個敵人在狼喊 龍獄看到你了 這個吊姬也差不多過來了 我看看能不能再找到一點這個 這步槍的子彈 差不多了 數量應該也蠻多了 這上面呢 有一個叫做spyshot的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槍 但是在這個地方非常的不好用 我強烈建議大家躲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這個地方會有敵人出來 我們不要管下面的敵人 因為下面的敵人 其實是並不可以打到我們的 我們只要站在這個位置就行了 我去 這冰凍率有點慘 我也記得這裡還有一個敵人出來 然後呢前面這個地方呢 會有一個狙擊手 那還有 那還有 還沒出場 我等著你啊 來了 這些敵人其實也不用去管他 因為到時候 反正他也打不到我們 這個槍等一下再演示 現在 在這個平台上面確實非常的不好用 應該還會有敵人的 這個東西好像也可以打爆掉 喔 那個東西可以這樣玩的 喔齁齁齁齁齁 你這個 你這個雜技我挺喜歡的 我可以多少錢請你回去給我表演呢 我一口 雖然說不是很有必要 但是安全起見還是用一下好 我們可以拿一下這個尖刺爆彈 這東西是要蓄力的 我們要蓄力之後可以發射一個爆彈 但是這個東西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是延遲爆炸的 所以說它並沒有很好的清理敵人的效果 所以我就是不喜歡這個槍 就是這個原因的 好 燙掉 現在這種情況還是這個狙擊槍比較靠譜的 什麼東西是 後來撿一撿這個子彈 如果沒記錯這附近其實也沒什麼東西 我倒是覺得這個地方可以切換一下這個 切換一下這個 算了 我還是拿這個吧 其實拿這個哪一個槍都無所謂 拿這個 這裡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敵人 這種敵人是會潛行的 還是比較可怕 然後他還在到處的嚇我們 這是最煩人的 這地方居然可以跳進來 但是沒有任何風險 這裡可以拿到一張藍圖 我可以獲得了搜索與破壞 兄弟 下尾沒意義是不是 拿點真材實料 謝謝 然後這個地方出現了一種新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只要長按1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從裡面拖出來 使用這個石鎖 定住這個風扇 然後回過來 再次使用這個石鎖 把這個定住 好 可以過去了 走 好 這邊開始在聽到很多爭吵的聲音 這裡他也給了一把鮮藍槍 所以說如果想換的話 先換也可以 好 現在暫時用一下 這邊他說我們要去到那個鐵路上面 然後這些人因為在恐慌當中 是起了很大的爭論 這個說不要 這個說要去過那邊 但是我們現在就要對付這個敵人了 這個敵人我不知道這個冰怪對他效果有沒有 我們自己被冰了之後就一定要按一下 這個才可以 按一下那個中間 我們還是需要用這個 我們還是需要用這個 用這個不行 出來 一個還搞不定 這個 他又跑掉了 雖然這裡提示 用這個東西來定住這個敵人 但是效果好像是幾乎沒有了 還沒死 啊 終於死了 好不容易 要換回這個狙擊槍 狙擊槍呢 繼續往前進 這個東西的難度其實一定程度上已經比得上一個boss了 我想說 哦 我之前都沒發現這裡有一個科技 看來這些本來是完好的樓梯還要專門去拆它一下 我們現在這裡沒有路可以走 這些門呢都打不開 只能跳下去 然後這個科技 然後這些科技 打開這個門 進來之後呢 我們往回撤一下 因為有這個敵人 用這個槍可以嗎 試一下 把這裡東西拿一拿 記得這裡還有一個櫃子 直接血量 然後我們沿著這個上來 命中率有點可以 好了 打開這個東西 這樣的話呢就會打開下面的那個門 利用這個鎖呢 我們可以重新回到這個外面去 表面上看起來沒什麼作用 但實際上是有作用 好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利用這個窗戶 打掉這個鎖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到這邊來了 可以拿到一些科技 好 科技 居然這個地方這樣都不給一個升級 我覺得就有點做不過去 不願意快速換彈 升一隻 我感覺我拿的這個槍有點自作聰明 因為等一下有個地方呢 我是想 試一下這個槍的效果怎麼樣 好的 往前走 有東西嗎 有 300科技 不錯啊 然後這個電梯 發動這個電梯 我們繼續往這個更深的地下走 我都沒有太多的去聽這些錄音 它沒有字幕呢 我翻譯的有點痛苦 所以說我不想做 好了 這裡給了一條消息說 慢慢的移動 因為這些怪物呢 是對聲音有反應 這樣的話我們不要驚動它 就沒有問題了 這個叫revert 但是呢 我強烈建議大家 這裡把所有的revert都幹掉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呢 如果你走到一個不太合適的地方 被它圍了的話呢 你這個問題就大了 所以我要避免這種情況 我乾脆把那個盆打死 打死算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故意把狙擊槍留到這裡來 記得各邊看一看這個狀況 也是有不少的科技升級的 這裡呢應該會有一個 應該一槍頭一槍生應該差不多了吧 死了嗎這個 好像是 一槍頭一槍生就可以了 我故意保留了這個槍還是很 很臭建 故意保留這個槍還是挺有意義的 現在看 過來了也無所謂 反正我要把你們全部幹掉 拿狙擊的這個子彈時間真是太有用了 可以輕鬆的瞄準頭部 這個直接給他頭部一槍 拿到非常多的科技不錯 這個地方呢 讓這個植物把那個東西推動一下 為什麼要幹掉這些敵人 就是你在動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很容易引起他們的警覺 然後他們把你一圍的話你就死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推薦 要把那些敵人全部都幹掉 即使可以這個地方採用潛行的方式 通過 把這裡跳上來之後呢 稍微小心一點 還沒到我想說的那個地方 這裡呢讓這個植物生長一下 那邊明顯是正路了 我們先走這邊不是正路 可以得到很多的升級 拿一個過去嗎 這個地方呢我們就不用動手了 直接把這個電源修不好 這樣的話呢就可以電死這些敵人 revert的意思是不是退壞的意思啊 我猜是的 我到時候要去查一下這個revert是什麼 我想說小心這個地方 我為什麼要故意把這個東西帶過來呢 就是因為這裡應該會有兩個蜘蛛 把我們炸的比較慘 那個東西呢 過了去不見了 什麼鬼 這裡呢好像莫名其妙會有個藥包的 這我看不清楚在哪啊 我故意把那個血量拿過來 居然沒了 啊 掉出來了嗎 沒有 我不知道 我下了這麼大一盤棋 他居然就用這個遊戲的問題 給我 給我解開了我這盤棋 我真是不開心 好繼續往前走 還是有這些敵人 別打死就對了 等一下呢給這個AR9的子彈很多 所以說 很快就可以補充 補充完了 我來這裡需要一個小小的解謎 我們就是把這個箱子翻過來 過了去 聽話 聽話 兄弟 這裡呢會有一個屍體掉下來 但是他帶著一個武器升級 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讓他變一下 然後重新把它拖過來 然後把這個門頂起來 小心點這個地方啊 用槍打就算了 節約時間 本來你可以把那個箱子拖過來 還是要拖的 不好意思 來把這個箱子拖過來 就可以把那些東西全部弄沒了 這裡有東西嗎 沒有 好 上來 找到那個火車 趕緊去到那個港口 馬頭 我們的時間已經夠了 這裡呢可以降下來 讓這個大箱子可以到手 好 這邊還是一樣 覺得可以 這樣 這樣 嗯 接一下就可以了 這裡呢修好這個東西 可以撿到一些補給 這裡頭呢有一個子彈箱 還有一些科技 五千多了 果然跟探路的那個 完全不一樣的水平的數量 這裡呢還是一樣 利用這個東西 把這個敵人電死的 過來 過來呢就可以看到我們剛才 在另外一邊看到的那些 看到的那些補給 我們正式要過來拿到 就在這裡 可以再撿到一些子彈 然後還有一些科技 其實幾乎40了 不錯 到時候升級的時候 那確實有很多的花樣 可以變換著玩 他可以以5000點的 199科技來換取 換取這個 武器升級包 但是有時候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而且 在本體升級完成之前的 一般情況下 我覺得應該都不會去升級這個 我們又要獲得新的能力 我覺得應該那個revert就是退化的意思 能獲得了 回魂 我也不太清楚 那我們現在也可以 按兩下Q 用掉整一條的能量 然後把這個 敵人變成了 變成了這種 剛才這種 這種怪物 這地方怎麼保存呢 這地方怎麼保存呢 是的 保存了 那我們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